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是没有选择题的 包厢里 一男两女 男人居中而坐 他不怀好意的左顾右盼 满意的点点头 口中喃喃自语 都不错 都不错 借过去上厕所的空隙 他给其中一位女性发送了短信 既然难取舍 不妨三人行 什么意思 我全都要 了解 不出意外的 要出意外的 一个小时后 男人战死沙场 含恨死去 女人叫李秋平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 她符合当代所有男性择偶的标准 她虽不曾饱读圣贤书 但仁义里置信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她在一家服装厂上班 工作之余的消遣就是上网 在网上 一个叫张小新的男人 与她聊得火热 男人是一个情长老手 三言两语 就能将秋平的小脸斗得羞红 要不是秋平老实本分 男人早就如常所愿了 这一天 秋平休息 她拉上隐私脸 戴着耳机 看着书 是由王爱莲的老公来找王爱莲 秋平是丝毫也没有察觉 有人来过 她躺着无人的 穿着短裙出来了 她在看书 男人在看的 见四小无人 男人更加没有顾忌的窥探了 正在此时 王爱莲进来了 一声倾渴 男人魂归本体 秋平花容失色 王爱莲是一个母老虎 真真的母老虎 她先是将男人臭骂一顿 之后一巴掌扇在了秋平脸上 嘴里还大骂着一些乌言晦语 就差拍巴掌跺脚了 好在林娜的及时感到 将秋平拯救于水火 到了晚上 秋平照就来到网吧和小新聊天 她的满脸愁容 被小新尽收眼底 三言两语后 小新了解了个大概 在得知欺负秋平的女人 叫王爱莲后 她便挂断了聊天窗口 次日 王爱莲被打的消息 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 也传到了秋平的耳朵里 秋平一想就知道是小新所为 到了晚上 她迫不及待的来到网吧 找小新验证 小新直言不讳 就是她干的 一句谁敢欺负我的女人 让秋平感动得无以复加 见时机成熟 小新提出了见面 这一次秋平没有拒绝 小新老摸深算 秋平设施卫生 吃完饭后 两人开始散步 小新有意的将秋平 带到自家楼下 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了 去我家坐坐嘛 你放心 就是坐坐 走吧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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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